我們去到面臨結業的數碼廣播電台 員工都不願意回應事件 創辦人兼股東的鄭經漢說 有股東受到政治干預而不肯注資 他們既不接受個別股東加碼注資 又反對發行新股 或者加入新投資者 令股份被攤薄 總之就堅決要求清盤 如果根據黃楚彪先生說 就是中聯辦要執行DBC 這個是黃楚彪說的 我沒有聽過中聯辦說的 中聯辦沒有接觸過我 隊友股東不理行協議注資 鄭經漢表示可能會採取法律行動追討 但股東分歧太大 相信數碼廣播最終都會清盤 電台目前的資金只是夠營運到9月 立法會選舉之後 開台不夠一年就要清盤 鄭經漢感到可惜 他說會依照勞工法例遣散員工 又鼓勵他們尋找新工作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黎智浩報導 感覺很報道 營心 種旅情 小心 국민